国庆连续假期第一天 新北市晚间8点在淡水渔人码头 安排了一场精彩的烟火秀 规模媲美澎湖花火节 还有超梦幻的吉敏游乐场也正式启用 民众如果不小心错过了还有机会的 因为烟火秀在整个10月份一共有8个场次 新北市长惠友宜出席开幕仪式 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有位全运会的选手加油 3 2 1 请玩一下 五光十色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光芒 呈现出各式各样的主题图案 开幕场烟火秀共施放1400发 节目长达5分20秒 今年渔人码头烟火秀 搭上全国运动会在新北市举行 除了国庆连续假期 加上整个10月礼拜6日 每晚8点共有8场精彩的海景烟火 要让民众看得过瘾 在人潮虽然非常的多 超过好几万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戴上火照 保持适当的一个距离 让我们黄毅做到好 吉米溜溜帽游乐场 正式启用 趁着疫情好转 新北市长侯又宜也主持 吉米游乐场启用典礼 欢迎大家一起来淡水游玩 来欣赏我们最美丽的淡水木舍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台湾一定会更好 全国运动会一定圆满的顺利成功 连续8场璀璨烟火秀 加上吉米老师全新创作 还有乐团演出 除了帮全运会加油打气 也希望带动淡水港湾经济 华氏新闻 江胜宏李红杰张迅慧